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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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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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的调味料是什么呢 调味料要用到的就是一大匙的酱油 还有就是一大匙的椒油 还有就是一大匙的椒油 这个就是半小匙的糖 半小匙的糖 半小匙的麻油 四分之一小匙的胡椒粉 这个是树米粉 这个是树米粉 还有就是四分之一杯的水 还有就是四分之一杯的水 好 现在介绍过了材料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怎样来煮它的馅料 因为馅料要煮过 煮了以后呢 我们才可以拿来烫的成分来煮 把锅烧热 放一大匙的油 把蒜头和葱头匙放下去 跟它炒香 把蒜头和葱和葱 炒香 炒香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已经切成冰的 鸡肉放下去 先把这个鸡肉 跟它炒一炒 给它熟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虾放下去了 把这个虾肉炒熟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冬菇丁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青豆也加下去了 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调味料全部加下去 就是我们的酱油 还有就是我们的蚝油 还有就是我们的蚝油 糖 糖 麻油 胡椒 胡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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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我们的树粉水 这一小匙的树粉 加入四分之一杯的水里面 把它拿来搅拌均匀 这是要拿来勾芡用的 最要紧这些菜全部要熟 如果你喜欢不喜欢只是用青豆 你想用一些炸豆 就是有红萝卜 又有一些那个包粥 那个你也可以用那一个炸豆下去 现在这些肉已经全部熟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树皮粉水倒进去 给它勾一勾芡 那勾了芡以后 然后你看它的料的馅料 就全部包在它的肉的上面 这样它肯定就会很好味道了 好 现在可以把火关掉 这个料给它煮了以后 用它的皮来包这个料 就变成了一小 那这它皮料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这是有600g的 已经按烂了的芋头芋 那这个是半杯的邓面粉 滚滚的水 跟它拿来两三分之一杯 然后就这样的呢 沸在里面 那么你的邓面粉呢 就变成了很熟的邓面粉 不可以这样用深深的粉 放下去 把我们的芋泥呢 放在我们的桌面上 把我们已经熟了的邓面粉 就可以给它盛下去了 这个邓面粉 如果你买不到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 树米粉来代替 也是一样 要拿冲手料才可以用 这个邓面粉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芋泥呢 这个邓面粉呢 这个邓面粉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芋泥呢呢 一小匙的盐粉 一小匙的麻油 一小匙的麻油 还有胡椒粉 还有胡椒粉 这些料都全部放在一起 来 菜肉均 来 菜肉均 来 菜肉均 如果用手的话 就会不会够伸到你的手 就会使用你的芋泥 现在我们把60克的白油 放下去了 现在我们把60克的白油 现在我们把60克的白油 放下去了 也是这样的 你需要 把白油 用到白油 等下我们炸出来的芋泥呢 它才会 好像 肥花肥 然后 肥花肥 配合肥花肥 然后 你会知道 那做好了的这个芋泥呢 你可以来做那个 里面粉呢 你会拿着那个 发布呢 就是肥花肥 你用这个那个 发布呢 就是肥花肥 一只揉 它就很均匀 它又不缠手了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拿来包了 首先 我们就是 拿一点 它的皮料 这皮料你要多少 你自己的喜爱 你自己的喜爱 就是这个不黏手的 我们做的时候呢 就是给它做成一片 这样圆圆的鱼 差不多五公分的直径 边呢比较薄 中间比较厚 现在呢我们就要给它放馅料 现在呢我们就要给它放馅料 把馅料放在里面 然后就给它这样 按一按 把它扔起来 做成这样一粒 你看它因为芋头不一样的关系 所以它的颜色呢也不一样 好 把这个油烧日先 炸这个芋角 最重要的就是油的日度 如果能油的日度掌握得不好的话 那么可能你炸出来的 这芋角呢就不漂亮 所以我们每次做芋角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留下一点点的这个 它的皮液 首先呢我们就是这样 跟它做成一个小圆球 跟它按一按别 我们要看看这个油够不够日 如果油不够日 你这个皮放下去它就会散掉 那就说它不够日 如果油太日的话呢 你一放下去它马上就烧焦了 就它就不会起义 那大家请看 如果它是这个样子的话 大家请看 就是油它还不够日 我们还要跟它烧日一点 它会分开来 就是它还不够日 所以我们让它烧日一点 把这油烧日一点 把这油烧日一点 然后呢我们再来测试过 好我们再来试一试 大家请看 这是同样刚才的皮 现在它已经没有分开来了 它没有分开来 所以说它这油的烧日就刚刚好了 它这油烧日就刚刚好了 要记得就是 你炸这个玉角了 不会转来转去 油一定要多 油一定要够给它 跟它拿来炸到它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漂亮呢 它就已经熟了 如果你转来转去的话 它的油就烂了 当你包的时候 那个皮不要太薄 如果你的皮太薄的话 根本没有机会 给它的胃开开来 不要太薄 不要以为它皮也薄也好 不是的 如果你的油供日 可是你的皮放下去的时候 Kaskin就说 它还是一直散开来 那么可能就是说 你的白油太多了 那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你可以加多一点点的 那个熟的甜面粉 把熟的甜面粉再拆下去 那么它就能够给它拉起来 就会这样容易伤 它的衣是很松的 所以你拿的时候 要非常的小心 好 各位朋友 这就是我今天 为大家介绍的意料 相信你们都很喜欢吧 我希望你会喜欢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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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